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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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于我来讲时间的分配现在是真的很难 所以我需要人家帮忙 我的家人的帮忙 朋友的帮忙 支持也很重要 工作上需要团队的这样帮忙 说起来好像很容易有人帮忙就好了 但是好像也不是很容易 不是这个意思 是在生活上面 你一定要好比说我出来工作 那我的先生是不是就要去照顾小孩 这个叫帮忙 对 他叫支持跟帮忙 如果没有他牺牲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时间 那我们如何在外面唱歌 在舞台上面好好专心的表现给大家听 发行新专辑的时候 你还在小剧丹举行了演唱会 对 刚结束6月20号的 《越爱越勇敢》演唱会 《越爱越勇敢》 所以说 哇 那这个时间 因为演唱会很难筹备整个时间 我在做这一张专辑的时候 也在进行也唱会的筹备 所以这一年多的时间真的很辛苦 而且从2013年 每年我都 像2013年做了台湾的巡回 然后2014年在高雄小巨蛋 然后2015年今年在台北小巨蛋 所以连续三年我都做各场 所以真的生活还蛮丰富的 蛮精彩的 在小巨蛋举行演唱会的时候 身体是有一些状况的 因为太忙了 生活太忙碌 然后很多事情都必须得要做得非常好 然后自己给自己一些压力 所以当时心脏出了一些小状况 但现在还好 可是演唱会据说是非常完美的 谢谢大家 有尽力 有唱好 所以说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你 还好 还好 没有太多的影响 好厉害 感觉很厉害 没有 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很专心去做的话 我觉得很多事情 专心是制胜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对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不管是幸福也好 然后对待感情或者是工作 那大家就要尽力去追 对 然后要专心 对 然后还要 如果能够获得家人跟朋友同事的支持的话 会更完美 然后自己还要这么拼 心脏不舒服 还要带给大家这么完美的演唱会 好厉害 没有 这是我的应该要尽的责任 也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 对 所以很快的希望 可以把越爱越勇敢 这个演唱会 带到内地来做巡演 我们继续来聊音乐上面的事情吧 我来看着歌单 然后给我们推荐一下 这个专辑里的歌 除了主打这么多首歌 放在第一首的叫做爱上我所有 这是罗大佑老师的专辑 罗大佑老师的创作 然后是他写的曲 然后是那个灵溪老师的词 然后Jim Lee的制作 是我第一次跟罗大佑老师的合作 在全新创作的部分方面 因为大家知道 我在上一张专辑 我翻唱过大佑哥的那个 鹿岗小镇 鹿岗小镇 对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欣赏他 而且自己在做乐团的 年轻的时候 在玩乐团的时候 也受到大佑哥的影响非常深刻 第二首歌叫做《贵人》 《贵人》是陈小霞老师的创作 然后他写的曲 然后我的气画 陈鸿宇老师的词 对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是唱给我的歌迷 一路上19年的支持 《不离不弃》 还有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甚至于我的孩子 我的小孩 对 所以这是一首 非常带着满怀感激的心 唱了一首歌 感觉好像演唱会 最后 那个安侯曲大家一起唱 然后唱给他们的 对 所以叫《贵人》 做一个唱歌的人 多感谢 为我来听歌的人 就是歌迷了 第五首歌 第五首歌叫做《懂你才懂爱》 这是蔡建雅的作品 对 这是一首非常 编曲非常大的制作 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跟Tanya 还有编曲老师 安栋老师的合作 对 我们也在上海 安栋老师是大陆的安栋老师吗 是安栋老师 对 然后她帮我这首歌编的真的非常好 然后她用了四十几人的管弦乐团 来编曲这首歌 非常的气势磅礴 然后我很爱很爱这首歌 所以各位网友 有时间的话可以听听这首《懂你才懂爱》 这是《女人多可爱》第九首歌 这是阿清帮我写的 是专辑当中的第二首快歌 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里面的歌词 这是陈宏宇老师的歌词 然后这个 这个歌描述了女人 就算一个成熟的女人 她也是会有那种小女生的心态在当中 对 所以很可爱 然后有很多女生的一些小性感在当中 对 最后一首歌是《直能闷》 或者是说应该是普罗大众都会很喜欢的 走不回去的旅程 走不回去的旅程 对 然后刚刚这首歌跟大家介绍过 然后特别是我的MV的部分 找了我的高中同学一起跟我拍 和拍了这首歌 她是演员吗 不是演员 五个女生都是我的高中同学 高中的朋友 高中的同学 高中的同学 然后这首歌里面说的一些 我刚刚有说过 这首歌有至青春的感觉 对 所以找了高中同学一起来拍这个歌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专辑里面打开怎么会有一支铅笔 铅笔的部分是设计的发想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我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人生当中我是用音乐来记录我的生活 但是大家可能比较常拿着笔来写一些文章或写一些日记 那生活当中总有一些做错的时候 那铅笔来记录写错的时候 铅笔很容易把它擦拭过 擦拭掉 用橡皮擦 那就像人生一样 做错了我们都可以很勇敢的重来过 对 这个是专辑里面的一张 算是 这是彩蛋吧 这是手写的印刷体 对 这是我亲手写给各位歌迷朋友的一封信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记得买专辑 反正写得很长 然后很诚挚 字好漂亮 所以最后一句话是 字很丑 很漂亮 然后还画了很多爱心 但是不能给你们看了更多 就是要去买专辑 最后一句是 献给我最亲爱的Darling们 然后Love you all 哇 所以在大陆是有版本在发行的 绝对有 绝对有 专辑是几月份发的 我听到吧 内地 内地应该是7月底就买到 买到我的专辑 对 但在台湾是6月20 跟我的 越来越勇敢 小巨蛋演唱会是同步的 同步的 对对对 那接下来就是 希望年 下一年吧 明年可以在内地做训练 对 巡演 对对对 我会努力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买票去支持 然后 会设计好几个站吧 巡演的话 巡演的意思就是 会有好几个地方 就是会有很多站 但是还没有 没有定是哪里 对 如果定是哪里的话 会在你的微博上 或者官网上第一时间发出来 会 不会的 在台北开的时候 整场唱了有多少首歌 48首歌 好厉害 好厉害 对 在大陆会有一些删减吗 包括服装什么的 可以透露吗 呃 呃 在内地我希望可以唱一些 大家可以更多共鸣的歌 因为呃 如果来内地演出的话 我会特别为了内地的朋友 再设计一些不同的环节 希望网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然后继续关注佳慧姐 呃 可以关注她的新浪微博 以及她的 他们公司应该也会发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演唱会的话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是哪些城市 哪些场次 大家可以去购票 那最主要是记得要买专辑 很有诚意的这样子的一张专辑 每一首歌含金量都非常高 一定要打特写 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带着 会做签售吗 会做签售 哦 那大家可以带着专辑 然后去现场 就可以得到亲笔的签名 排排队什么的 是可以有的 那最后在节目的结尾 可以请你清唱一小段 就是大林女子 哦 好啊 呃 大林女子的副歌 女人啊 我们都曾经期待 能嫁个好丈夫 爱得一塌糊涂 也不要一个人做主 想想未来可以 手牵着手的路 相信缘分的人 好想就不会那么辛苦 谢谢 好好听 节目那边的你们 有没有一起鼓掌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 这个 我们摄像老师在笑我 是笑我吃螺丝了吗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 小蜜蜂 然后都没有混响啊 也没有手持脉 但是很好听 谢谢 好感动 那今天谢谢教会老师 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这是花样百出的称呼 真的今天很高兴 非常高兴带着朝圣跟膜拜的心情 我终于 妈妈我访到了彭佳慧老师了 很开心 谢谢 希望你在大陆工作顺利 希望你很幸福很平安 谢谢 希望尽快可以听到演唱会 OK 如果是在北京有站的话 我会自己买票 欢迎大家来 谢谢 然后大家记得买票 不要找人要票 这个要提倡一下 因为朋友们会说 那谢谢谁 可不可以帮我弄一张票 大家一定记得买票 去支持喜欢的歌手 谢谢 去支持他们的演唱会 谢谢 谢谢你做客 谢谢网友们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